世界排名第一的羽球天后戴兹颖参加马来西亚大师赛 他以女单大会头号种子出赛 连闯四关挺进最终决赛 交手世界排名第五的泰国名将拉差诺 前两局战局胶着双方各赢一局 但第三局开打前戴兹颖却因伤紧急治疗 之后继续负伤提拍上阵 比赛最终戴兹颖因为近身防守失误 回击挂网连丢两分 遭到对手逆转 措施本季守官 这一战其实也抱着就是以赛代训的心态来参加 那能达到决赛我觉得已经 就是有点超乎我们的平常的一个预期这样子 这个受伤是在比赛当中发生的 所以也不是因为在比赛前就受伤 那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影响啦 因为就是一个破皮的部分 而打入四强的男子双打陈宏林和王麒麟表示 状态还在调整 对比赛结果还算满意 今年最主要的目标是亚运会 希望排名能维持在前十强 我们下礼拜就是接着去印尼比赛嘛 那一样是公开赛就是 其实就是上半年都是在准备 今年的亚运亚运会 那都是在为亚运会做调整 然后备战这样 排名可能就是先还是维持在 现在这个排名 就是大概前十这个地方 就是希望不要往后掉这样 赛后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文处 设宴款待选手 希望选手们未来再接再厉 继续为国争光 这一次是在马来西亚举办 所以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新南向政策而言 我们代表队这次来参加比赛 也可以说是具体的协助了 我们新南向政策 我们的体育交流 农历年节将至 驻大马办事处特别在晚宴上 以新马特有的新年习俗捞身 让选手们提前感受热闹的新年气氛